卡帖机实在太坑了 推卡帖机的都是无良商家 大家赞不赞同呢 恰恰棚仔也有去推卡帖机 我觉得呢 这个分情况说吧 如果是商家跟你说明白卡帖机的利率情况 说明白注意条件 而且你经过了解之后 你感觉可以入手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不存在刚刚说的坑无良 一点都不大边 好不好 而且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推呢 这个也是被行情倒比的 很多同行也是去推卡帖机 因为现在无所的国王的二手跟全新的机器差价越来越小的优势 当然不在 所以咱们就推 但是咱们推这个我是有一说一的哈 卡帖机有它的优势 价格优势 是吧 而且卡帖机的品质通常是好的 像这种SE的 二代 你买无所你能买到这个吗 大家不要怀疑这个是不是翻的 是不是改的 反正我跟你们说这个是全员的 信不信这个就不好说了 只有卡帖机能有这么好的计划 看到没有 基本上都是合约那边 基本上前面都没人用过的 没有流通市场可以这样理解 很多卡帖机都是你看 很多都是 而当然我这个是挑的 你要知道我这么多高的 我是花的比较贵 如果你是不调电池的 那么就便宜一个大几十 这像这种机器便宜一个几十 我拿的高品质 你看像无所的 我没办法 无所的 它原装的确实没那么多高电池 应该八十多也有 那你说改的 我干嘛不改成九十多 全部改成一百 是吧 这个SE三代的 这个放好久没怎么推 这个就是原因 而且卡帖机现在信号啊 也没有那么不 正因为现在市场啊 规模越来越大卡帖机 现在的卡帖机数啊 更新啊 给它也是比之前更好了 更稳定了 你哪怕用这种 啊tmsi解锁的 像这种11级以下的机型 它的信号其实也是可以的 我这个没解 这个就是 X iphoneX 它也是能正常出LTE LTE其实跟4G没什么区别 像我这个是QB解锁的 那么信号就更稳定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还是彭在这边 自己插卡用的 我这里的通信网络不要插 拍视频这个地方信号插 大家仅做参考 正常的话是没有一点压力的 我用了好多天啊 不会跳激活的 这个QB解锁不会跳激活的 了解的人都知道啊 你看SIM卡一锁 电信的 电信卡 你无论是移动啊 联通也是可以完成啊 相对完美的一个5G 而且不跳激活这种 我走来走去 基本上也没有遇到过信号不好 而且测了网数之类的 测数之类的 也是正常的能有几百兆的 就是说明它是真5G 不是假的 这个以前也很多人做过试验的 也不必在这里过多赘速 所以卡带机特别是像12G以上的信号 如果你们预算紧的话 又想又会去折腾 而且对电话要求没那么高的 他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没那么好的地方 接站服务的时候 可能会存在偶尔漏接电话 是吗 漏接短信 但是我在深圳是没有遇到过的 可能这边好一点 呃 但是这种也是比较少的情况 偶尔有出现吧 我说死QB 解锁了 这种就基本上更稳定了 呃 这个如果你对电话很依赖的 做业务的 是吧 到处跑的 呃 全省啊 到处跑的那种就不推荐 毕竟你跨机站 他可能信号覆盖不好的时候会有中断 但是你是作为普通的打工的啊 学生啊 这些我 我觉得完全可以推荐 为什么不推荐呢 为什么啊 有性价比的啊 又是年轻人可以研究的 干嘛啊 会觉得坑呢 我实际上认为 很多人又说 你卡贴机啊 便宜 倒是卖也难出啊 卖也低啊 其实我也有做回收的 你就给 卖给你的商家就行了 其实你卖现在市场越来越多接受 也可以卖的 也是正常的 我觉得你低卖低啊 低入低出买一样的嘛 这个差价 但是你你所压的成本就低了很多 这个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 而且卡贴机刚刚说了 才有这么好的机身品质啊 电池 品质 大家都看电池 是吧 你看这无锁的 其实电池真的很难挑高 但是卡贴机我就能找到相对比较多啊 优质一点的 品质好一点的机器 这个就是我们推卡贴机的一个缘由 像这种啊 咱们是出699的 这个成本A13的处理机 我觉得非常好啊 这小屏的机器要吸力屏啊 这个也经常说了 大家应该也了解 就看备用机的话完全不碍事 哪怕有些人当主力机都是可以的 啊 这里就当我自卖自夸吧 然后大家去思考一下 拜拜